自从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 日典一直倡导群体免疫 即使死亡率远高于北欧各国 瑞典也坚持佛系抗疫 不采取任何封锁隔离措施 根据瑞典宽松的抗疫策略 即便某些证据表明 这些孩子可能会更易感染新冠病毒 该国的学校仍持续开放 15岁以下的儿童必须上学 不过这些操作终于引来了一些家长的反感 根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21日报道 瑞典家长们对于该国强迫学生上学十分不满 他们即便违背政府的指令 也会将孩子留下家里 一些家长认为他们的孩子有较高的感染风险 而另一些家长则认为自己的身体很脆弱 担心孩子会将疾病带回家 居住在斯德哥尔摩的丽莎梅勒称 自三月以来 她一直将自己11岁的女儿留在家里 她表示丈夫患有哮喘 自身患有免疫性疾病 她拒绝让女儿生命健康受到威胁 不会让女儿成为群体免疫实验的一部分 不过违背指令的家长们也担心 这最终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孩子被强制带走 因为当地官员警告他们 如果拒绝孩子上学 就会被转接到社会服务机构 并可能面临法院判决或罚款 如果因此被认定为不能照顾孩子 他们的儿女就会被强制转移 对此瑞典官员并没有否认 但他们表示 这只会在极端情况下发生 瑞典国家卫生和福利委员会发言人称 带走孩子是政府的最后一招 通常情况下 社会服务机构会与孩子 父母和学校进行对话 试图找出潜在的问题 只有家庭生活中还存在其他问题时 当局才会采取行动 带走孩子 受新冠疫情影响 大多数国家关闭了学校 或者改变了教学方式 随着疫情的发展 病毒对儿童还产生了新的影响 但瑞典公共卫生局称 没有科学证据表明 关闭学校有助于减轻病毒的传播